什么 伙伴 蛋仔岛上竟然隐藏着一个主着拐杖走路的蛋仔 有一个蛋仔在走路的时候 快看呀 那是小红蛋 你们发现了吗 小红蛋走路的时候没有主拐杖对吧 快看呀 我在蛋仔道看了一百个蛋仔 我发现伙伴们 你们看这些蛋仔全部都是蹦蹦跳跳的来到我们面前对吧 没有一个蛋仔是主拐杖的蛋仔 对对对对 所以啊 有很多伙伴告诉我说 我们的蛋仔岛上没有主拐杖走路的蛋 嗯 错 大错特错 伙伴 我想问你们一下 你们的蛋仔走路的时候主没主拐杖呀 如果没有主拐杖的话 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我猜你的没主拐杖对吧 伙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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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蛋仔岛看了一百个蛋仔 我发现大家在走路的时候你们看 大家都没主拐杖 对吧 所以有人告诉我说蛋仔不可能主拐杖的 错 大错特错 我真的发现了一个蛋仔 伙伴 那个蛋仔在走路的时候主拐杖 主拐杖 快看 我在换岛屿的时候说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漫画 快看呀 这个漫画中的主角是小红 伙伴 其中小红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好奇 你们看 他的手里竟然主拐杖一个拐杖 变成了三条腿 所以啊 游戏中那个主拐杖走路到蛋仔就是小红呀 伙伴 他走路的时候就是用三条腿走路 你们知道了吧 数着一个拐杖 好 好 感谢观看